警方持续侦办肖敬腾遭到拖会晤案 以车追人 锁定了22岁的肖姓嫌犯 在他新庄住处附近也找到了这台作案机车了 带回南港分局采验 而目前侦办的最新进度 我们要立刻连线记者周宽展 宽展请说 谢谢主播各位观众 日前肖敬腾艺人肖敬谈 招呼人人士颇早会晤的事件 警方在昨天晚上8点在新庄育民国小 找到这两名嫌犯犯案用的红色机车 而目前建议小组正在机车上进行指纹采集 根据警方目前掌握到最新信息 已经掌握到其中一名嫌犯 就是车主 这车主的父亲是在嘉义的一名肖姓男子 他说儿子这个车子是他儿子所骑 而目前警方还没有掌握到另外一名嫌犯的行踪 就是希望透过这指纹采集 能够掌握到另外一名嫌犯的特征跟身份 我们来听听警方的最新说法 肖姓等两名嫌犯所共乘的这个机车 昨天晚间也经我们警方来询诺 连夜带回来我们这个分局 那目前我们正在这个采集见识当中 以进一步的来厘清案情 是不是有去花园夜市找这些消息嫌犯 这个是属于侦查不公开的部分 我们就在这边就不便来透露 目前消息嫌犯有跟警方这边联系了吗 联系上了吗 目前是完全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联系 我们可以听到呢 目前警方掌握到22岁的肖姓男子呢 之前曾经在新庄的夜市里打工 那之前疑似呢 因为资金周转不灵 收了贪 加上失业的问题 才有可能受雇于幕后的主嫌 对艺人肖静才呢 做出了波洒 汇入了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目前呢 日嫌这男子也传出 他已经跟嘉义的父亲 通过电话表示整个案子都是他做的 并且将在近日内会主动投案 不过对此呢 警方是雨带保留 只呼吁了这名消息嫌犯 能够尽快出 主动出面 投案厘清案情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近情况 将时间交给彭林主播 好的 谢谢宽展 再来最近进度